這個Unruled Civil Rights Act Unruled Civil Rights Act Civil是文字法 他自己換句話說 這是古國儀的 鄭國儀 鄭國儀 這個Unruled Civil Rights Act 是一個 這個business很重要 因為我們說這個 這個法律是專門 說做生日的人 不可以 Discriminate 他的客人 Discriminate 就是指示了 有三個嗎? Steering Redlining 和Blockbusting Steering 是針對那個seller的 記得 不是 buyer sorry 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agent 他開一個車子 請那些8人 去 他自己喜歡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不合法了 Steering Blockbusting 剛好相反 是針對那個seller的 他去一個 一個block 一個block就是一個街口嘛 然後就叫 裏面的屋子 裏面的屋子 的屋主 seller 說 欸 現在呢 有很多人 啊 小數 民族 民族 那個minority 來了 你要賣了 然後呢 Busting 意思的就是 叫他賣 然後呢 他說 欸好啊 那我 我怕我的那個價錢會 往下調嗎? 比如說我本來買的是一百萬 現在呢 八十萬呢 因為那個小數民族的人呢 來了 住在你附近 所以呢 他們就趕緊去 把他自己的房子賣 這個是違法的哈 你不可以用這個小數民族的東西 來跟他說的 好 還有第二個agent呢 就是 加州的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 Act 我們知道這個跟Rumford Rumford是一個人 Rumford Act是一樣的 然後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出租啦 買賣啦 還有 啊 貸款啊 都不能 有應可的discrimination 所以呢 Keyword 那個Keyword就是Rumford這個字 就是 出租和financing unroof這個字 是business 你怎麼知道呢 我是怎樣去記的 unroof 兩個u 所以business呢 就u啊 有很多s嘛 就是很多u啦 怎樣去記 unroof business 那雖然呢 Rumford這個也有u 可是呢 我是怎樣去記的 Rumford呢 那個m m 就叫employment啊 mm啊 整字字 反正呢 你記得 answerA OK answerA runford answerB business 如果問題說unroof 答案就是business answerA runford answerB unroof 聽清楚啊 answerA runford answerB unroof 如果問題說employment啊 hosing啊 因為我看到那個employment啊 所以我就是Rumford Rumford OK 可是如果我看到那個問題說business啊steering啊什麼什麼呢 我就去unroof了 unroof 嗯 很難記的其實 好 好 這個第三個法律呢就是Holden Act Holden Act Holden也是人 其實Holden呢就是把那個錢hold住 嗯 hold住 比如說銀行就把錢hold住嘛 所以呢 他是針對那些銀行的financial situation 哦 從discrimination loan 嗯 就不能 就 反正呢 就 銀行把錢hold住 hold住 不借給你 因為你是少數民族 你是西班牙人 你沒錢還的 你是黑人 你沒錢還的 你是中國人 我什麼都借給你 Hold住 不能 Holden Act 哦 還有呢 Housing Financing 如果他問題有financing 誰都知道是financial啦 可是通常呢 好 再講 A run for A answer B unroof A answer C Holden 好 問題啊 跟錢有關的 然後呢 是警告 特別是 Bank Landa這個的 這個答案是holden 對啦 對啦 這是holden 然後如果 另外一個問題 問題啊 問題是 有一個agent 他呢 去一個blog 然後呢 叫那些seller 啊 要賣啦 要賣啦 是一種blogbusting 可是那一種 是在哪一條法律 裡面講的呢 就是 unruled 因為civil right 你看 你把那個unruled拿走 其實civil right 是很大的 嗯 civil right x 本身就是已經很大的 很大的 文西嗎 文西嗎 文西 還有一個civil right code civil Californic civil code CCCC 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整個都很大 你看 第一大 第二大 第三大 啊當然呢 1866還有1868 1968 1968 我是簡直記的 一個是一百年之前 一個是一百年之後 其實你看清楚了 三差一百年的 你站一百都是一九六六而已啊 對不對 對 那所以呢 第一條法律呢 是 prohibit那個種族 叫race discrimination 所以那個時候之後 人就可以買賣房子啦 黑人可以買賣啦 好 一百年之後 不只是說黑人 英何種族 英何宗教 英何年紀 還有就是同性戀 其實這個呢 其實這個呢 不是男女的東西 是同性戀的意思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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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的 嗯 所以呢 1968 Jones and Meyer 這個案呢 是很出名的 為什麼呢 Jones and Meyer 就是Jones 買賣一個屋子給Meyer 後來他告他 說因為這些東西 然後 結果呢 大家都很好了 就是 因為他這個案 所以有這個條例 另外一個案 是 Strabergy Strabergy 是那個 那個case 主要就是打TTS 因為Strabergy 這個英文字 有很多S Strabergy Eastern Eastom 那所以呢 是Eastom 一個 購物 他買了那個 他跟那個agent Strabergy 買了房子之後 兩年之後 上面 漏水 他漏水了之後 他就說 哎 我兩年過了 可是漏水啊 Agent 也是 Agent 說 哎呀 兩年太久了 跟我們無關 所以呢 所以呢 後來呢 後來呢 這個 判了 當然 呃 此跟他無關 啊 可是呢 為了以後 加咎 每個agent 都不會給人家告 嗯 所以呢 法庭呢 就說 以後每個agent 一定要有一個TTS 已經簽了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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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叫他簽那個TTS 如果沒有agent 成立 你叫他簽已經無效 第三 還有 buyer 也要 be aware 雖然 agent 和seller 搞定 listing agent 可是buyer那邊 不好以為 這個跟他無關 你買錯東西 你買快的東西 你也有責任 這個叫 cavia Let buyer be aware 那所以基本上 那我們呢 考的只是一條 brunford 兩條 holden 三條 好這兩個呢 我會看 還有呢 anti-discrimination 很容易啦 一看就知道是 根據那個discrimination 那 soldier 這個很少 就是給那個 軍員的 就他們呢 可以 啊 有那個優惠 所以銀行呢 借給他呢 不可以亂來 loan brokerage 就是說 他將每一個broker呢 要把他的文件 loan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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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buyer呢 credejac agent can accep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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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